这款油泼辣椒的香味是很诱人的 不管是搭配和捞面还是汤粉 都很适合 这位蘸料也是很开胃的 吃饭的时候除了汤底好喝之外 关键的就是这一勺油泼子 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了 有辣椒干 花椒 干葱 蒜米 白芝麻 选用的辣椒干有两种 这一种是特别辣的 看上去它的颜色没有这么深 但是辣味很重 晒干了以后再把它搅碎 旁边的这一种就是香味比较浓郁的 但是它的辣味就没这么重了 同样是晒干了以后再把它搅碎 还有一个就是花椒碎了 可以给它增进一种麻辣的香味 搭配的辅料有干葱 蒜蓉 白芝麻 这个要提前把它炒香 接下来开始表演了 先把花椒碎和辣椒放到一个盘里面 这三样东西是不需要放到油锅里面炒制的 因为这些辣椒粉和干葱蒜米 它们的成熟度不一样 所以就要分开来操作 这些辣椒碎只需要淋入130度的药油 就可以把它的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因为辣椒碎的受药度不高 如果油温过于药的话 就会很容易变乎 所以在淋油的这个环节 也是很关键的 那么蒜蓉和干葱这两样辅料就要放到锅里面炒制了 因为里面会含有一定的水分 如果光是淋油是达不到效果的 在炒制的过程让里面的水分充分的挥发出来 当你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颜色也会慢慢的变得微黄 而且还会漂浮到油面上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已达到一种出锅的条件 直接把它倒进和辣椒碎一起 再把它搅拌均匀 这些辅料经过炒制了以后 它的水分已收干 这不但增进它的香味 而且在保存方面时间也会更长 还有白芝麻 这个是提前已经炒香了 加入适量的盐作为调味 调好了给它放一个晚上 第二天起来的颜色还会深一点 喜欢吃油泼垃圾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制作的过程就这么简单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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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